美国前总统川普日前开通了Titalk账号 短短几天之内追踪的人数就突破了600万 大赢现任总统拜登 而川普也一改过去担任总统时的立场 喊出永远都不会进Titalk 而川普在9号来到了赌城 拉斯维加斯举办造势大会 当地的气温逼近摄氏38度 即便是热到了中暑送医 还是有不少的川粉现身立体 美国前总统川普日前开通Titalk账号 没想到首支释出的短影音 点阅次数在短时间内飙迫一役 追踪人数突破600万 摇身一变成为百万网红 长到甜头的川普 一改过去担任总统时的立场 喊出永远都不会进TikTok 反观现任总统拜登竞选团队设立了TikTok账号 追踪人数还不到40万 阐述川普 川普9号来到赌城拉斯维加斯 举办造势大会 顶着大太阳 气温毕竟摄氏38度 尽管川普竞选团队架起大型电风扇 发放矿泉水 不少川粉还是热到中暑送医 不过川普却开启地狱梗玩笑 我们需要每个选手 我没有关系你 我只要你选手 我没有关系你 川普夸耀 尽管天气太热 竞选团队叫大家不要来 还是有两万川粉到场支持 虽然川普有碰轰的嫌疑 但川粉的热情恐怕比太阳还火热 根据福斯新闻最新民调 川普在三大摇摆州 亚利萨纳 内华达跟佛州 领先拜登四到五个百分点 风口非案宣判的影响似乎有限 11月大选究竟入死谁手还很难说 连又任编译